再來看到是屏東東港地區 又出現拿假鈔詐騙的富人 最近有業者在網路上貼出了提醒 表示遇上一名富人來買飲料 想拿假的千元鈔來換百元鈔 幸好店員是機警發現沒有受騙 而警方獲報之後 發現這名孔心女子拿假鈔犯案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假鈔實在太過逼真 已經有五間店受騙 而富人前後也被逮了兩次 卻還是抓不怕 最近又想顧忌重施 警方將詢獻權力調查 也要追查假鈔來源 來到飲料店 他安全帽都沒拿下來 點了單就開始在皮砸 東翻洗澡 飲料好了付了錢還不離開 拿出千元鈔 想換百元鈔 但被拒絕 因為他詐騙伎倆被識破 電源機警事後在畫面PO網提醒大家要注意 因為證明富人不是第一次犯案 二月二十四號富人來到飲料店前拿出大鈔結帳 店員不宜有他收下來 就這樣富人時隨之位以類似的手法犯案多次 這次又再度出現 假鈔乍看之下跟真的很相似 他屢次犯案累積已經有五間店家受害 不過富人前後被逮了兩次 還是學不乖 最近又出現想顧忌重施 警方要群現追查 還有其他受害的店家以及假鈔的來源 華視新聞小小新中和徐晶一 屏東報導 請問如果再到達到 什麼作? 你看到這幾個房子